HELLO 大家好 我是gevin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布袋戲的深淡淨莫醜 並以有尚在王妃刀鎖藝術的角色作為舉例 在接下來進入正片前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也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每週二、六都會有影片與Podcast 都跟布袋戲相關 我們也有LINE社群可以跟大家一起討論布袋戲 影劇內容 如果想一起決定之後的主題 可以加入社群跟我們一起討論囉 布袋戲的角色可大致分為深、淡、淨、莫、醜、雜、獸、七大類 其中又可依人物的年齡、性格再細分多種角色 深是指劇中男性角色 可依照人物性格可分為文深 通常是劇中的男主角 武深則是以武功為代表的男角 通常造型威武瀟灑、動作俐落灑脫 而不論是刀碩藝術還是霹靂布袋戲、進攻布袋戲 蠻多角色都是文武合一 而今天代表角色則是奇辱人 不再是過往印象中文深只能文質彬彬的角色 也可以有點手段、有點性格 武學能力也讓人摸不著邊際 帶領中原對抗魔龍八旗 為人好惡分明、個性豪爽 對於想融落的人 絕對有手段可以跟他交心 就簡單來說 就是我要跟你交朋友 就算用騙的 我也會把你騙過來 在刀碩藝術劇情期間 安撫師傅被殺而瘋狂的葉曉拆 調查、試探魔龍八旗台面上主導人太皇君的底戲 教化葉曉拆的兒子金少爺 用一些小手段收服魔龍八旗之一的冰封劍無形 而奇辱人的高深莫測其中一個代表性 則是因龍骨剩刀之骨 受莫其焉即至心神煥散 結果那個裝鋒賣傻居然是騎虎人隱於幕後的手段 甚至還自稱騎虎人 我個人蠻喜歡那一段血鳥的超偶 而騎虎人真的是刀鎖藝術最重要的主角 斡旋台面上多方勢力 懷疑並針對風采玲 即位出龍牌下計策 顧全整局 減少犧牲傷害 这角色在超偶动作上绝对有深的气质 就个性上也相比很多角色还具有更多魅力与特色 蛋是指剧中女性 按照人物属性可分为正蛋、花蛋、舞蛋 正蛋通常是指剧中女主角 花蛋则是如丫鬟、少女等角色 也通常是剧中的女配角 舞蛋是指有武功的女性 蛋总体而言可概分为小蛋、老蛋两大类 小蛋造型年轻美丽 老蛋则是中老年妇人形象 其中在按角色之年纪与扮演角色细分不同造型 而今天分享的角色则是八面狼姬 拥有蛋角的属性 而刀术艺术是改动霹雳艺术的剧集 其中八面狼姬的人物设定则改为被狼族养大之孤儿 与长人相比拥有强大的生命力与反射神经 极为单纯对生命充满热爱 剧情中保留原本好色之性格 且男女通吃 钟情俊俏男子 因一前一命之死寻幸金少爷 却意外看上金少爷的俊俏 在男公曲的逼杀中充分展现狼族战斗天性 静角 俗称花面 极有大花脸之一 其外形威猛鹦鹉 身穿战甲 威风凛凛 动作设计上也较为霸气开阔 也通常以武将型角色为主 而刀作艺术中最代表角色则是莫其焉 拥有劲角的动作设定 个性火爆易怒 形式端平自身喜悟 而莫其焉献世后 便取回当初击杀碎骨龙神所著的龙骨圣刀 并开出难题 给预取龙骨圣刀的素含针太皇军两人 也为保护出龙 而遭阿修罗主宰重创 这温战精神令我好不胜 令我减肥 到处为记录 好 电剑行为斩出万天起焉 焉焉 点点 一色一割 拖命行者 不是救生的鼻鼻 就目前刀缩艺术的改动 莫其焉的改动 是我觉得相当合理的 但看过旧剧的我 一瞬间 还是会突然蒙住 怎么就这样子收掉了 不过这样子的退场 也相对让新观众 对于莫其焉 较为有印象 也比较有完整的故事性 莫与老生不同之处 老生造型文质彬彬 墨角则是步伐满山 缓慢 年龄设定上 也长于老生 老太龙中 动作缓慢 而刀缩艺术的代表角色 则是夜小柴之恩师 巧容半驼废 巧容半驼废 为天下第一驻剑师 与用剑名家 受北域孔雀王之托 降服北斗新兽 却因此受伤终身驮背 年老后在天南山草庐 驻剑为生 因缘忌讳下 收容惨遭追杀 无处可去的少年夜小差 不但保住夜小差的性命 更将一身武功传授于他 打败一剑万身 一刀万杀 却因此卷入武林是非 因当初夜小差 为领悟知首之身 受到欧阳上智之指点 半驼废为让夜小差 脱离欧阳上智的控制 帮助肃寒珍围杀欧阳上智 却也造成徒弟夜小差的不谅解 在其路人的安排下 得以再照顾夜小差 总让夜小差彻悟 回心转意 但半驼废 却也被魔狱控制的男公曲杀害 使得夜小差暴憾终身 丑角在剧中扮演的通常是甘草人物 专门制造笑料 依性别可分为男丑女丑 女丑则称为花婆 性格可分文丑无丑 无丑则为杀手或小兵 在剧中丑角多半为小揉揉 殿小二 花花公子跟班的角色 最主要功能就是在于搞笑 因此造型都以夸张、逗趣 操偶动作也较为夸大 而每次讲到丑角 必然会想到秦甲仙 而今天介绍 反而想跟大家分享 秦甲仙的跟班 应施人 原为欧阳世家的人 梦想成为武林皇帝 擅长术法、翼龙 在欧阳世家垮台后 就被秦甲仙收编在身旁 但应施人一直想当武林皇帝 所以很爱说一些不切实际的话 也被秦甲仙经常教训 主要是因为 应施人修炼应施大法 拥有特殊体质 就算被人家砍下首级 也不会因死而亡 而秦甲仙却掌握住应施人的命脉 所以应施人才会变成秦甲仙的小弟 两个人经常斗嘴 也制造出不少笑料 我也期待蝶龙之软 会不会提前交代到 应施人修炼菩萨印呢? 杂是指布袋戏中无法分类的其他角色 诸如妖魔鬼怪、神佛 无法分类的都会归在杂 而今天刀梭艺术代表 则是要介绍等活天罗 他的原型则是黑白狼军 难攻恨的头号死敌 网中人 在刀梭艺术的剧情中 更动成为阴间大法师 死后应对南宫曲的怨恨过于强烈 而依附在等活老术 蜕变成为沙体 等活天罗 有着变态难预料的性格 虽为魔狱所出 却不隶属任何人 维持原本与南宫曲 不死不休的设定 纠缠南宫曲 而等活天罗 有一些逆天的设定 就是他死后 会再从等活老术再生 他的武学特色 则是双手画出树藤 用树鞭鞭鞭打敌人 正式登场后 急回去南宫曲面貌 让他成为鬼面狼军 而在远走他乡的片围曲中的画面 又代表什么呢 最后布袋系的角色分类中 兽乃是指布袋系的动物角色 都是以具体的动物形象雕塑 或者是利用动画特效呈现怪物 而在刀缩艺术 有一个最萌代表出龙 而出龙乃是莫奇恩误杀了上古龙神 发现巢中有颗龙蛋 将蛋带回 以自身体内散发之火焰 将其孵化 由于莫奇恩体内之火带有阴气 出龙虽顺利出生 却因莫奇恩疏于照料 也使出龙受阴火之伤 在素杨真风采林与群雄 分别取得八卦人头颅 半月中风云情 以共振驱散了出龙体内之阴火 使之慢慢复原 而布袋系的角色 大致不离以上归类的七大类型 这样子的分类 也可以让观众更快速理解布袋系的演绎 及造型设定 但以往布袋系会透过造型 就能分辨出角色的性格 而现在的布袋系剧情中 反而需要透过演出 才能理解这个角色 后续会发展哪些戏路 这样子的表现方式 也会让角色更为立体 后续我们也会用各个剧集 来分享布袋系的 生诞静默丑特辑 而今天如果有没提到的角色 或者是特别喜欢哪个角色 也可以留言跟我们说哦 也希望影片结束前 大家可以动动你的手指 帮我按下订阅 那今天的影片就这样啰 大家拜拜 如果喜欢我们的介绍的话 也不妨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我们每周二、六都会推出 布袋系的影片与Podcast 喜欢这支影片也可以给我们点赞 订阅加留言 现在我们也有开启LINE社群 跟各位导游一起讨论剧情 定期锁定我们的资讯 我们也不定时会推出抽奖活动 回馈给支持我们的观众 之后我们会更努力推出 更多元的布袋系相关影片 也请大家帮忙推荐给身边的朋友啦 那我们就之后的礼拜二再见咯 我是Gavin 大家拜拜